历经四年时间从碧潭到青潭的自行车道 从福桶迁移到完工之后 13号全线单车道正式开通 新美市议员刘哲章表示 这段自行车道的串联 不但可以拉长碧潭的观光路线 也开创了另一种旅游新体验 以前瞻建设经费办理的碧潭宴 上游沿线亮点营造工程 第一阶段从新店渡口到青潭溪口的自行车道 现在连接两端的福桶站道终于完工 13号全线单车道要正式开通 民众从碧潭骑自行车来到了渡船头 再借由站道牵引就能够连接到青潭自行车道 让碧潭青潭的骑程路线不再终端 花了将近四年才完成 其实工程技术方面基本上是没问题 但就是有很多的团体 我们也希望倾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做适当的沟通 然后最后排除万难 终于完工 所以这个脚踏车步道 基本上对于观光也好 对于交通也好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新北市议员刘泽张一直以来积极争取自行车道的串联 他表示过程中各界有不同的意见 经过了多方评估和考量 以浮桶站道串联作为自行车牵引道 站道长约135公尺 宽约5公尺 以水泥快负重相当的稳定 在事件期间曾遇过台风来袭 也能够机动性调离再进行组装 经过大概两次左右的台风 我们也有经验说 这个浮桶未来要怎么撤离 其实都蛮有经验 基本上一天就可以把它撤离完成 然后一天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连接 所以基本上是问题不大 走在这段浮桶站道上 所见视野非常开阔 更能够以不同的视角欣赏碧潭上游风景 别有一番景致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就表示 这条单车道的串联开通 不仅可以拉长壁潭的观光动线 同时开创另一种旅游体验 这个浮桶基本上是就在河的上面 所以你会有很强烈的清水感 我觉得这个是之前 不管是住在壁潭一样 或是其他来到壁潭玩 他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这种风景 那现在这个就可以提供给大家 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脚踏车步道 然后你可以欣赏壁潭的美丽的风景 在壁潭自行车道开通后 福桶牵引到的开放时间为早上6点到下午6点 规定载重限制100人 自行车需以牵引的方式通过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表示 启用后会再行了解民众的使用感受 像是开放时间是否需要调整 后续都会和有关单位演绎 希望这段自行车道的串联 可以为新店带来交通观光的全新面貌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